疫情改变了世界,但却改变不了你对艺术的学习 华联市民意国小艺术才能班2022艺术月活动 日前发表因为疫情延后的舞蹈班 梦想57成果发表会即毕业舞展 县长徐真卫前往欣赏演出,并鼓励孩子们勇敢追梦 华联市民意国小26日晚上在民意国小演艺厅 办理艺术才能班2022艺术月活动 舞蹈班梦想57成果发表会即毕业舞展 县长座无虚席,十多家长前来欣赏孩子演出 华联县县长徐真卫也力临欣赏 一个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 却阻挡不了一群爱学习的孩子的心 他们仍然努力着学习 为的就是在今晚 在今天的舞场跟晚场 好好的表现 而你们的历龄 就是给他们最好的喝彩 以及加油 第一个就是要谢谢各位家长 对于县乐府的支持 以及对于学校的支持 因为学校的老师需要 所有的家长给他们鼓励 我们在教学上的第一线 才能不断不断的往前进进 当然我们也要谢谢校长 对于学校的经历 所以再次感谢所有的家长 今天来到表演的会场前面 给我们孩子最大最大的鼓励 我想从无到有 那个人感动 尤其是能上台 其实需要背后多少多少的汗水 以及这个毅力 还有勇气以及努力 疫情改变了世界 改变不了你对艺术的学习 民意国小校长吴慧珍表示 疫情影响孩子错失许多交流分享的机会 感谢华联县府 华联县县议会议长张俊 市民代表会主席苏美朱的经费赞助等 让孩子的学习制度不中断 持续勇敢追梦 接着长帮彦华联士报导